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收听焦图课 Just Talk 我是Shannon 祥农 这是Live Well Vol. 1的节目 那Live Well这个节目是在说什么了? 那就是 嗯... 好啦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是一个很懒的ABC 那很懒的话 不表示说我不在乎我自己啦 所以其实我又很在意自己生活要过得好 要健康要开心 可是我也很懒 所以中文好像有一句话叫懒人有懒办法 那今天这个节目还有这一系列的节目啦 就是在教导 也不是教导啦 其实我不是professional 我就是一个很懒人 想到很懒的很好的方法 想要分析给你们 就这样子说介绍Live Well这个节目 那喜欢你们有兴趣继续听下去 我这一集集 Vol. 1的Live Well 好啦 那今天我要介绍给你们一个叫 奇牙子布丁 那为什么要介绍 奇牙子布丁呢? 奇牙子对身体超好的 我可以就是完全一个节目就一直巴拉巴拉巴拉讲奇牙子有多好 但我不想要 因为只光讲东西有多好 不好玩也不好吃 然后我很爱吃 所以我想介绍给你们说 可以做奇牙子布丁 那需要什么材料呢? 其实很简单 你需要一个桶子 就是可以放冰箱的那种有盖子的桶子 那我会建议用玻璃的 因为玻璃的话 比较不会像塑胶会有那种 产生什么对身体不好的toxin出来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没有买到BPA free 真的是BPA free的塑胶桶子的话 它其实对身体没有很好 因为因为塑胶里面有毒啦 所以我会建议去买就是玻璃瓶子来用 那除了玻璃瓶子以外 奇牙子布丁要就是要奇牙子啦当然 然后还有就是要椰子奶 然后所以它其实是奇牙椰子布丁 然后椰子奶以外就好像就没有了 好像就这两样的 哦我知道了 要一个就是让它甜的味道 那我就是用有机的蜂蜜 因为我觉得蜂蜜对身体很好 但如果想要一个也蛮健康的东西 你也可以试试看Stevia 那我觉得蜂蜜的味道比较香 对那其实这个怎么做这个东西 其实很简单 所以你就拿比例的话 我是拿 a quarter cup quarter cup的话就是 四分之一杯的奇牙籽 配上一杯的椰子奶 这个比例来再做 然后一杯椰子奶 加上四分之一的杯的奇牙籽 还有一个tablespoon 一个汤匙的蜂蜜 所以如果你椰子奶多或是奇牙籽多的话 你可以再多加一瓢或是少加 这看你 然后就是把就是椰子奶倒进去那一个桶子里面 再把奇牙籽倒进去的桶子里面 再把蜂蜜放进去 然后就把它 嚼嚼嚼嚼嚼到就是 就是蜂蜜也融化在里面 奇牙籽也就是不会黏在一起 因为 其实我会建议先把蜂蜜 和椰子奶混在一起 再加奇牙籽再混 因为你怕有时候蜂蜜会把奇牙籽弄黏黏的 然后这个都混好了 不黏黏了以后 就把盖子盖起来 放在冰箱过夜 一定要过夜 第二天 奇牙籽本身就会让那个椰子奶变成像 黏黏像布丁的口感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那如果想要更好吃的话 我可以建议你上面放放蓝莓啊 放放苹果啊 放放就是你家里有什么水果就放上去 其实就是 这样子就是一个早餐 又健康又好吃又简单 这就是live well的概念 要好吃健康 简单 开心 哈哈 所以我会介绍奇牙籽椰子奶布丁给你们 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做了 那我一次就是刚刚那个比例 其实可以做大概还蛮多的 可以吃几天 所以我就是可能礼拜天 做完了以后放冰箱 那我早餐就是连续可能一个礼拜 三天都吃这个当早餐 那每个礼拜做一次 又简单又方便又好吃又健康 你看多好多简单可以live well 对不对 懒人真的有懒办法嘛 好啦 那你们去做做看 然后吃看看 跟我说你这个口味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那奇牙籽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买有机的 然后我给你们台北人说一个秘密哦 就是在台北 我觉得买有机奇牙籽 最划算的话就是去棉花田买 它们又大包又是材质又好 然后价钱最便宜 因为我去其他的超市买 有时候还不是有机 还卖得比棉花田的有机奇牙籽贵耶 那你要健康你当然就是买最好的 可是当然不需要买最贵的啊 所以去棉花田买 那边最价钱最好 哎呦 然后棉花田如果你们听到我节目 请你不要把东西涨价哦 因为我很高兴 你们卖的这个价钱很便宜 然后材质也很好 对 OK 好啦 那介绍了这个其他只 也只奶布订给你们 那今天就说到这边 我现在肚子好饿哦 好啦 谢谢你们收听 这是焦图课Just Talk 我是Shannon翔农 这是Live Well Vol. 1 第一集 谢谢大家听我聊 那下一次再跟你们介绍别的东西咯 Bye 你们要Live Well哦